我稍等看一下 画面分辨率有点低 现在这样呢 我调了 因为我主要怕画画面分辨率高的话 可能网络会卡一些 我这边的光线可能也是有一点点问题 待会稍等三位老师的那个画面 应该不会跟我这个画质是同步的 对 大家看看还有哪些有问题 可以现在反馈给我 哎我们高老师来了 准备好欢迎 高老师 来了来了 我们高老师已经申请了 哈喽哈喽光哥 哈喽 你好吗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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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我这边卡还是你那边网卡 你现在是卡成一个图片 难道是我这的网卡吗 稍等稍等我们来确认一下 是我这边 他那边卡 光哥你那边的网可能有一点点卡 我试一下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帅气可爱的一个笑容卡在这里 然后能听到你的声音 我想 现在好一些了吗 还是很感吗 能听到声音但是是黑屏了 连你帅气的脸庞都看不到了 那 哎呀 这怎么办呀 桌间里的朋友们也可以反馈一下 大家那边看到的 跟我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是黑屏 什么 啊 黑屏 天呐 但是还很惨吗 啊 哈喽 哎 那是我这边的问题 我现在看你的还是卡的 我拿另外一个手机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欢迎欢迎欢迎 我们稍等一下另外两位 我现在看的 我现在看的 看比较很 我拿另外一个 哎呀 竟然有些人说布卡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我们稍等 今天今天就我们俩吗 不还有俩人吗 对 对 对 呃 今天还有司诚和诗豪稍等一下 他们两个人还没有申请连麦 啊 好嘞 嗯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 直播间的弹幕 大家看一下弹幕 嗯 大家看完这个剧情 现在都是深深的 愤愤不平当中啊 在狠狠的心疼 沈着狠 镜像是什么意思 我要开镜像吗 哈喽 哈喽 大家都在问高老师吃饭了没 不吃了 只银血 啊不能 呀 哦 四肠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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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稍等调整一下丝成的连线 四成也砍了 看来不是我的问题啊 稍等我这边 直播我们看没有问题 你的画面 整了半天小姐姐有点卡 是我的问题 稍等一下 网速不够 人数来凑 我是要开个镜像吗 人是反的 行我先退出去开个镜像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这边稍等也在调试一下 啊这有 不用 现在就可以了是不是 现在我看怎么是反的呢 好 现在我来当一下主持人啊 主持人都已经离开了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的直播间啊 123上链接 看到第10集的扣1 看到第9集的扣2 哦来了可以了 来了来了来了 哇欢迎欢迎欢迎速车 太快了我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好了我终于进来了 我点了好几次 快点了好几次你看看 哎 哈喽哈喽哈喽 你们网很快的 我这边看了好久 你们网都挺好 不卡 但是刚刚操作你上麦的那个 一直操作不行 就是怎么点都不可以 不过没关系 好事多么终于进来了终于进来了 嗯现在我看的景象哎 光哥刚刚激情控场一下 太棒了太棒了 咱一上链接了都 上链接了 这小直播整个太专业了 我们稍微等一下是好 因为他边会稍微延迟一些些 我们看如果要是延迟的久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先开始了 现在反派都这么耍大牌吗 都几点了 你让他十点钟上得了 好嘞咱一会把这话传达给他 哦 没想法是关你 哇 嗯 那不是谁 完了 都大了 哎呀 要不你也吓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现在这是 为什么那我看我自己是反的 你们看我是正的吗 是的呀 很很帅的帅的 现在是正的 两位都很帅的 我其实我现在是在往左 那还是正常我们这边看是你是往右的 那我这边显示的就是左 但是现在弹幕说看你是正的 大家很满意这个画面 那太好了 总之是帅的 我们站于后面的时间我们先把前面的开场白点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那也欢迎各位腾讯视频的小伙伴们来到今天冰雪瑶的夏日整活直播间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童 也欢迎各位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海东市的文人雅士们 那最近看到大家都在说我们冰雪瑶是妥妥的下饭神器啊 所以今天是特别在午饭时间 邀请到了大家心心念念的三位主演来 来一场整活大会来陪大家一起下饭啊 那现在大戏已开始 整活了 我们先请两位老师跟我们腾讯视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吧 先请光哥 大家好我是高伟光 也是冰雪瑶中文能把武能放大招 自带复活buff的buff的神秘大佬沈志恒 欢迎神秘大佬沈志恒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我们的羊哥小狗威廉 欢迎欢迎 来是好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 玩世豪 不打多久 好 我觉得自己来玩 失败的灵量 没听见 我有点卡 有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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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伤心的机制吗 能听吗 好卡 不是有好卡 实际游戏是好赏 没WiFi 没关系我们这就是一个过程 就像我们冰雪瑶的故事一样 大家都要经历这样的千锤百炼 然后才能走向顺利完满的一个结局 我们稍等再让试号设置一下 我们的男嘉宾已经离线了 女嘉宾女嘉宾们可以灭灯了 他怎么说是好留下这个笑脸 你整个都想 天哪 哈喽哈喽哈喽 一张帅气 哈喽哈喽哈喽 灯又回来了 又可以被点亮 太卡了 太卡了哈喽哈喽 可以可以 你可以做一下 来了来了 可以 做我介绍吗 大家好 日日失败 天天失败 无时无刻不在失败的愿者 凌凉 大家好 欢迎 欢迎 感觉到现在咱这个网 应该都是顺畅了 顺畅了 就准备正式开始啊 那再次欢迎我们的冰雪南墨天团今天的到来啊 那今晚一样再认真追剧的朋友们 也可以先在弹幕里刷一波冰雪瑶超好看 让三位来感受一下咱们的爱与热情啊 我们冰雪瑶目前正在腾讯视频热播当中 我们最近看到大家也已经把木哥导演夸爆了 因为无论是剧情啊 人设造型 包括镜头美学这些 都已经让大家欲罢不能 而且一定要夸夸我们腾讯视频的观众们 因为大家的弹幕实在都是太精彩太有梗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事先收集到了一些关于三位角色的经典弹幕 来考考大家最近的冲浪网速如何 首先我们想要先来问一下 拥有像雕塑一样完美脸庞的沈先生 请听听 我们南梦天团脸都是具有雕塑性的 嗯 没错 雕塑天团啊 对 我们三个就是一个雕塑 我们三个就是三个雕塑 好 有没有看到大家最近说 沈之鹏 猫狗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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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能不能概到大家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 谁是猫谁是狗呢 你来猜猜 我是狗 我是狗 你是狗 我也是狗 我是狗 猫是谁 猫是米兰吗 是的 狗狗这个其实很显而见了 啊 这就很很明显了 对 是一个 宠物的戏 猫狗双全 是 能能概得到 能概得到 对 就是大家行 说我们猫猫是米兰 然后我们 威延就是 可爱姚立荣 对不对 这个形容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叫做百岁老人未婚带俩娃 大家这个 大幕都超级有意思 很会很会形容啊 那还有说我们 没有历会长 历会长也算是一个吧 算是一个叛逆期的 是吧 我是你的甜狗 叛逆期 确实 这一下带三话 是 下一个是高伟光靠死员相紧 这个 这个说实话我不太知道 嗯 就是因为 沈志豪在剧里面 但是我看到 看到热搜了 嗯 对 看来很关注我们最近一个剧 有跟大家一起在同步追寻到这个 太火了 太火了 确实 实在是太好看了 而且 那一段的 大幕也都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 以后 连两个人加起来都快三百岁了 怎么还像三岁一样幼稚 所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请高老师能不能在现场复课一段 靠死女鬼的这段经典好吗 必须是女鬼吗 哈哈 帅气的男鬼也行 虽然我找红瓶盖确实没找着 找这个 对吧 哈哈哈 你可以 行 行 可以的 啊 啊 行了 你是这样吗 真很棒很棒 来 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 那我们接着 下来看下一个是 想要一个去冰的高尾光 这个能盖到 笑一跳就好 笑一跳 去冰 去冰是因为 是因为天比较冷吗 还是去 呃去 总泡在冰里是吧 啊浴缸那个 对就是 对那一场浴缸的明场面啊 啊 对 那大家其实 不是去冰去冰是雪摇 去冰是雪摇 你就不要冰了 哈哈 少玩啊 哈哈哈哈 我们示好讲一个冷笑话 我去冰是雪摇 这个确实不懂了 不要冰了 他们说那个浴缸太小了 啊 雪摇 哈哈哈 你这也太冷了 就冷到地上了 都一样 确实有点冷了 那这段浴室 我看到评论里大家都说很想看到这一段的拍摄花絮啊 现在本嘴涕已经帮大家把话送到这儿了 那我们光哥或许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讲讲当时拍那场戏的幕后花絮 那我一天我还以为你说你让我啪 从我去 哈哈 当时也行 不要啊 当时拍啊 其实那个 那是冬天拍 嗯 当时在读的时候 我们听着我们就要崩溃了 就是冬天拍难道真的要进到冰里面去拍这部戏吗 拍这场戏吗 那真的就可以第二天就跟牌去医院了 然后还好我们导演你看啊 不光美学了得 这个聪明才智也是了得的 嗯 然后就准备了很多道具兵 其实是不冰的 把热水在锅道里面 冒热气 冒热气正好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冷气 冷气和热气都会冒心 嗯 嗯 这还挺像 某回事的 嗯 配上冰以后 再打一些冷光 嗯 我差点就相信了 但是看我们司成和施豪的表情 突然又有一种交信 说的是真的 真的吗 所以是用的热水 我说的是真的 我到我到的冰块 不要那么热了 就是 会 就是温度还挺舒适的 而且那个冰又不会滑 嗯 确实在冬天拍摄 也是要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啊 对 那下一个是 独行百年的孤独感 这个广哥能get到吧 这个还是挺有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嗯 是 还挺有这种 是我没有超杠 这个超杠说这个事啊 嗯 我觉得这个 这个 嗯 真正常说的标志是 享受孤独 啊 却又融入了集体 如果我是一滴水 啊 对 反正在百年去 岁月里面嘛 他经过 呃 经历了很多朋友的到来和离开啊 可能也试图融入过一些队伍啊 但是盛宴过后最终他还是一个人 嗯 嗯 以及这种 孤独也是因为知道自己是特殊的嘛 啊 而且自己又没有同伴 啊 又去去去去 还病了 然后找这个 这个叛逆的弟弟 啊 他那个淘气的姨娘啊 就是都是 啊 对 然后 最后还是自己一个人嘛 如果没有遇到米兰啊 这个 司徒啊 还有 还有这个叛逆的立委长 就 就 他 他还是一个非常悲凉的一个角色 嗯 我很印象深刻的看到一条评论说 高伟光是真的演出了那种已经活了几百年的感觉 那也很好奇光哥是怎么能如此精准的拿捏到这种沈志恒身上的孤独感呢 导演拍的好 哈哈 哈哈 对对对 反正这些应该 这个就是创作了啊 说来话场 我大概用后面三天的直播时间来跟你们说 可以 我们听朋友们光哥说的还有几个三天记下来 那要从那个眼神开始说起 好 那我们建议把这一段录片录下来 发给我们沐哥导演啊 肯定会开始 对对对对 也确实 导演还是很棒的 这 这 我们这三个人 这个三个人很 尤其是这个 笑容 特别 多的他 还是很 很能成就 很会成就 一部好作品 离不开台前幕后 每一个人的创作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思成的弹幕 首先第一个是 邪恶姚丽蓉 大家能get到是什么意思吗 姚丽蓉 姚丽蓉就是一个小狗 对 大家现在形容那种小狗模糊糊的叫姚丽蓉 对 我感觉他更像杜宾 啊 他说邪恶姚丽蓉 就是邪恶有可爱的那个 对 而且主要是两个人那个小卷毛 对我就卷了 我们拍了三个月吧 就卷了三个月的头发 然后一开始头发就是 小小的 然后卷卷的 然后越往后拍 然后头发越多 就越像一个爆炸头 就是越来越转 就是头越来越大 就发觉到后面这个头了 然后 为什么说邪恶呢 就因为他可能 表面上很活泼 就很热情 像小狗一样 但他内心又很黑 有这么理解 是 我看到弹幕里有说是可丽蓉 那我们今天 我继续来粉丝的嘴屁 可不可以请我们姚丽蓉 用比星week的方式 来给我们 交小福利好不好 好的好的 不用鼓掌 经常懂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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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wink ok nice 帅气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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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真的专业帅 我们下一个词是 剪不断理还乱 啊 这个能给我们解读一下 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对 光哥的吧 剪不断理还乱 就是对光哥 是不断理还乱 对 因为我感觉 呃 呃 我俩是被互相需要的 就是我也需要 呃 沈志恒 沈志恒也很需要 司徒为脸 就是互相 就是对于对方 是一个很重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吧 应该是这个 嗯 是的 我们也很期待一下两位后续的剧情 更多反转和隐藏的开始啊 嗯 那我们下一个再来看我们利叔叔的 首先有一个 我其实比你比较多小 叫我哥哥就可以了 那小梁哥 来 小梁哥的一个词是脱粉回彩啊 嗯 嗯 能盖到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 其实就是 讲了我跟沈志恒之间的爱恨情仇吧 就是从 呃 爱恨情仇 第一集 第一集到第十集吧 就怎么说呢 其实 嗯 就李英良是其实在 就如果大家到今天看到今天更新的两集 大家其实可能会有一点能看到 就其实李英良跟沈志恒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但是他们俩之间发生的就是一种宿命的关系 就是 发生这种宿命的关系 所以说前面才会一直针锋相对跟沈志恒 一直去围绕沈志恒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每天做什么 失败什么 做什么失败什么 但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很早就认识了 嗯 所以说李英良才会去做一系列一系列的行为 如果说大家今天和再往后往后看的话 大家也会更明白 嗯 那 下一个是两眼一睁就是干了 这 哎 是啊是啊 就做什么 就每天都在做一件事情 然后做什么失败什么 但又不想让人家失望 就还得做 还得做 还得失败 所以说每天无时无刻不打 每天 而且每天都是在日死夜想 怎么跟沈志恒 这个应该是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在打工 对 确实 作为咱这个海东最强打工人 每天两眼一睁因为你而打工 打工也打工不明白 你说你打了那么多份工 为什么这生活咋过成这样呢 没办法 没办法 那我们今天也是给沈志恒 我来模仿一下看看 那我这怎么改 那我这桌子 那我这怎么改 咱表情到位就好 再改了 真的 奔比及时 再改了 可以吗 可以很棒 下一个 再改了 真的再改了 下一个 就一个 很恭恭敬敬的一个姿势 深情吗 情审 对 就是 交往作业 这个 很形象很形象 来我们 最后这个 还有一个 自愿上班 自愿上班 行吗 可以很可爱很可爱 过关三位 三位这一轮的讨厌都 顺利过关了 那最后一个形容就是 大家都很知道的 已经众所周知 形容三位的 红豆生南国 冰雪有南模 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不对 那作为咱们海东市 最顶级的南模天团 我们今天三位 好不容易相聚了 那是不是得给我们 腾讯视频的朋友们 上点才艺呀 为什么又来这一趴呀 来过来又不是这一趴 咱这不是腾讯视频吗 大家爱看就来吧 对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段 最近很热门的 舞蹈视频啊 想请三位来挑战 学一学好 今天这个舞蹈 放心 非常简单 就绝对不会让我们 光哥再害羞了 你们之前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 之前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非常 该经历的东西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我觉得没准我们 爱上跳舞吧 是吧 我们舞蹈艺术家高与关老师 没准都还学过这个舞蹈呢 我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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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哥的预判 你预判了我的预判 是吧 真的学过 不愧是咱这个手术武宗师啊 不行了 思诚 我就等着光哥带我们跳呢 光哥居然 对我也是 我也是 加一加一 我这是有个好处 就是学完就忘 嗯 脑子都不记得 没关系 我看一遍就会 大概教学一下 现在看来 大家是可以直接一遍就上 是吧 嗯 可以直接来 也不 一凉应该可以 什么啊 我还没看呢 对 我要不给大家 大概讲解一下动作 对 手动就是这样 对 先点一下边 然后绕三圈 一 二 三 然后第二 这样 然后是dancing嘛 就是 左手 右手 左手 对 第三趴 还是点尖之后 右手转 三圈 对 然后再 点尖 然后头疼这样 转一圈 头疼 好的 是的 思诚学得好快呀 感觉三位真是 驾轻就输 那我们准备好 开始 啊 大家能听得清音乐啊 没有没有声音 没有这块 来 准备 准备好了 嗯 嗯 我有耳机 什么东西 掌声鼓励 鼓励一下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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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跳得好不好 我们 这趴比之前那趴还好 是不是 感觉今天三位发挥的都非常棒啊 嗯 我不懂 我看评论说 好皮吧 要不然 哪有三位跳得都非常帅气啊 而且也希望大家也今后多多尝试 爱 爱看多跳啊 也是用这一段舞蹈正式拉开咱们今天整活大会的帷幕 众所周知咱们三位是海东市的知名精英啊 每个人都经历过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和磨难 所以我们接下来正式进入游戏环节 来让大家继续挑战一下 首先是 因为 能够三位能够拥有现在在海东市这样的成就 也是需要智慧加值的嘛 所以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就是要考验一下各位精英的脑力如何 这一轮的游戏叫做首母开词 我会给出一些和冰雪瑶相关的词语缩写 比如冰雪瑶就是BXY 对 然后需要三位根据这些缩写来进行其他的主词 我们就按照光歌思成是好这样的顺序来往复循环啊 最终答不上来的那一个人要接受一个小小的惩罚 我们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 但是我又担心你们在弹幕里给他们透答案 所以我们想要看到 想要看到惩罚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些小小的干扰措施啊 没事我们不看弹幕 我们不看弹幕 行了 咱全听自觉 那就首先先来一题热热声啊 就来冰雪瑶吧 BXY 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就是三位根据这个缩写 然后来扩充说一下其他的词 也是BX 带BXY的 对 比如表现欲 哦 就是BX 对这个意思 我们看 谁先说不上来 谁就要接受我们本轮的小小惩罚 我们先从光歌开始 那惩罚我吧 惩罚我吧 哈哈哈 来这样一轮都不想挣扎了 是不是 冰雪瑶 对 BSY 不想 不想要 不想要 可以 每次常打队好不好 呃 光哥再补一个吧 啊 啊 很想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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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一个答备 也行 哈哈哈 很想看被写药 是是好友吗 嗯 别想要 对 这个 拒绝 不想要 别想要吗 是 嗯 都是拒绝的吗 只能靠小董了 来吧 必想要 嗯 很棒 机制 保险业 保险业什么东西啊 保险业 保险业务 保险那个行业 对保险业 啊 其实我们在幕里给了很多答 嗯 大家都很痛 现在压力就给到光哥 不下雨 对 就是那个弹幕上写的 必 必须有 必须 哎 可以 好不容易说上一个来啊 还 还能想出来吗 冰箱有 冰箱里有冰雪药 冰箱里有 冰箱里有冰雪药 这个辞了一个好啊 还有吗 没有的话我们要不就公开惩罚 感觉光哥好像 公开惩罚谁就是谁 弹幕来个不许愿 我们弹幕 刚刚看刚才的表现 大家觉得 打出最少的人 肯定就是 光哥了是吧 根据刚刚我们回答出来的这个数量 剧情需要 剧情需要 惩罚我吧 惩罚我吧 虽然我说的都挺好 那就 认罚 那我们就公开惩罚了准备 那我们司成和世豪 要不要一起赔一波呀 什么赔一波惩罚呀 赔一波 对呀 体现大家兄弟兄的时刻到了 光哥我们的那个大哥 光剃我们就行 那你们来 对对 作为代表来介绍我们这一轮的惩罚 那我们这一轮的 游戏惩罚就是要 拍一组暗黑风格的大片 然后需要发微博 发完微博 还要记得 这头我们的司成和上的两位 哇 这是奖励吧 是不是说很棒 满意的朋友们可以在 暗幕里面 打满意啊 我们这一轮的 哎呀设计真的是上费苦心啊 太傻了 光哥 那我们就狠狠的期待这一组赛照了 看到大幕有说光哥18公格吧 18奖 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终极惩罚是不是 酒公了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暗黑风大片酒公 那我们就不设可以 里面有一两张暗黑风格 其他的就 发挥随意由光哥来发挥 只要是你的帅照 大家都想看 可不可以的 这波浮宇很棒很棒啊 好 那我们进行接下来的整合 这一轮的整合要考验三位的默契程度了啊 因为我们沈先生作为海东的报业大亨 所以说是出口成章啊 那这一轮是需要三位合力为我们海东日报 写出一篇头条文章 那接下来我会给出一个大标题 需要三位来按照顺序 每个人回答三个字 然后三位答案要依次的连接成一个逻辑通顺的一句话 并且在回答的时候 需要正确的复述出前面所有大家说过的内容 如果复述错了 或者是逻辑不通顺就算失败 能get到这个意思 明白了 那听到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你就惩罚第三个人就行了 应该是这一句话 什么就成第三个人了 你倒着数第三个是吧 应该到不了 我觉得咱 你在这三位的智慧 应该可以玩很多轮 我们先试一下 嗯 这一张的头条大标题叫做 我和我的敌秘 敌秘 对 敌秘 大家能get到这个词吗 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网络热梗 就是关系好的那个就是闺蜜嘛 但是比较相爱相杀的那种就是敌敌 敌人的那个敌 然后闺蜜的那个蜜 对 有一点像是在对像是在形容 沈志恒和林良之间的关系这种感觉 哦 对 大家懂了之后就可以准备开始 小董这个游戏你可以不用玩了 节目都没听懂 小董现在听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 我听懂了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先从光哥开始 嗯 我怎么开头呢 那惩罚我吧惩罚我吧 其实这一轮我没有设计惩罚 但如果光哥 知道那个 这么想接受的话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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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就我要起个什么头 就我自己随便说呗 对 对 怎样都可以 对 然后后面的人要跟三个字 每个人三个字 冰雪瑶 嗯 嗯 真好看 你把这个接一句话 不是四个字吗 不是四个字吗 四个字你要再接一个字 然后把它组成一个同顺 就是你要加一个字 是你玩的吗 不用加字的 咱就是每个人三个字 这样打 哦 真无敌 要复数 把前面人说的也要复数哦 广哥 冰雪瑶真好看 冰雪瑶真好看 真无敌 有无敌 有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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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亲情 要重复我们前面三个字 要把前面那些也复制 对 冰雪瑶真好看 真无敌 有悬疑 有亲情 对 但是你们这个答案 冰雪瑶真好看 有什么关系呢 哦 还有个叫敌秘 是吧 哦 那有敌秘 哈哈哈 你说有敌秘就好了 机智 机智 可以可以可以 嗯 什么来着 那都没有这个关系 对不起 我们要不重来一下 要么你就惩罚 惩罚 惩罚我吧 重来一下吧 不是 不是 那ok 哎 我们要不换换一道题再重新来 这条确实有点点难 可不可以 行吧 我们再换一个题啊 好 换一道新的题 这道题的题目叫做 论看沈之恒犯鬼观后感 这题很简单 先去光哥 这个好像是很简单了 嗯 老师说我们淫秘这个事情吧 就是 对 有点不太理解 对 嗯 我 我觉得 嗯 我觉得 我觉得 他的脸 我觉得 他的脸 真的是 真的是 不是 你真的是 你把这三个字 拿出来 你告诉我是一个什么词 哈哈哈 这是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修饰词 非常突突的形容词 真的是 哈哈哈 你知道你又都没话说真的是 真的是 哈哈哈 真的是 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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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跟光哥回答了呀 哦 到我了 我觉得 他的脸 真的是 到我这儿了 对 真的是 还有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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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通顺吗 这不通顺吗 这不通顺吗 不通顺吗 不通顺 大家觉得 不通顺的打在弹幕里 你 这很通顺吗 这很通顺 我觉得他的脸真的是还有吗 没脸了吗 断句了吗 哈哈哈 这是自成一派 没有你吧 不通顺 要不光哥就直接临惩罚吧 这一轮的 嗯嗯 那惩罚我吧 惩罚我吧 惩罚你 但其实我们这轮 其实是没有受制惩罚的 但是我刚刚看到 大幕里大家都在说 想看光哥拍Vlog 要不救 这个我问 不能再拍了 那我们先给光哥 你惩罚 你惩罚董事长和人少吧 哈 为什么 Vlog 让我给你们定了 哈哈哈 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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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位先battle一下 我们先进入下一个游戏 怎么样 我看行 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最终这个惩罚 咱这个最后一轮整活 要动点真格的了 因为剧里面大家的大戏行云流水 超级的帅气啊 所以今天也是想考验一下 哪有什么打鞋都是被打 考验一下三位的身手到底如何 但是由于这个场地问题啊 没有办法让大家发挥出真实的实力 只能简单的比划一下 所以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叫做你比划我猜 啊 接下来我们准备了四道选题 我们可以先请三位来随机选择一个数字 然后来选择一道题目来进行演绎 一共四个内容 大家可以先随便报一个号 然后我们来看你对应的题目是哪一道 十八号 十八号 先 只有四个小董 只有四个号吗 一到四号没有十八号 那我一一号一号 可以呢小董是一号题 光哥呢 我是 我是 三号题 三号题好的 那四号 四号 四号 好 那我们先从光哥开始 这个每一轮的题目的句子都是统一的 就是猜某人在某地做某事 就是比如这个第一道题目是 沈志恒在家睡觉 然后通过 大家需要通过肢体演绎 来把这句话演绎出来 然后让另外两位来猜 如果能够顺利猜出来的话 就算顺利通关 没能让两位猜出来 就算表演失败 大家能盖到这个意思了 嗯 不能说话 对 不可以发出声音 只能通过肢体来演绎 然后我们 直播间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弹幕来 一起来进行猜一台 那我们首先先看光哥的题 先请我们沈志恒再闭眼 不准偷看 来天 对 天黑请闭眼咯 沈志恒快闭眼 看着看玩什么 对 请光哥来看 这样的 我这是近 大模式 镜像是不是 对 镜像了 啊 啊 啊 记住了 好 那我们小董和 是好 请睁眼 准备开始看光哥剧情表演了 啊 啊 啊 光哥 啊 先来猜人物 这能说吗 鬼鬼半鬼 能说话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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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半鬼 我给你化妆 化妆 化妆 哦很棒很棒 小董回答正确 没了 答案是 好 哇 看来光哥这个演技 刚刚的 不愧是来沈先生 有逻辑 有细节 有人物 时间人物地点 厉害了 演员的基本法 太棒了 太棒了 专业能力很强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一题 光哥和是好 请闭眼 我吗 对 光哥闭眼了吗 哦 哦 嗨 忘了忘了忘了 来 我们 小董 请看题 OK 呃 OK 可以 OK 好 那我们来 光哥可以睁眼了 事好也睁眼咯 小董 请开始表演 谁和谁亲短 哈哈 这是什么 谁和谁在哪儿亲短 雪 我和米兰 在 在 对什么 一点还没说呢 在那个在这个 就是那个 沈先生 我来救你了 沈先生 我来救你了 是不是 是好 你知道吗 你可以猜 你不用提示 不是让我猜 不是 你也可以猜 但是波念词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就是他俩那个 你可以猜 你可以猜 可以可以 那就沈正和米兰在监狱亲吻 嗯 差不多 恭喜 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 但其实 最后一个词 对 最差 但意思是对的 很棒 很棒啊 我们小董 这个演技也很过关 来 我们接下来 是好的这一题 我们请 光哥和小董 可以闭眼了 哦 又闭眼 对 我们演了 看 不是你这 我这怎么演啊 考验你 基本功能到 我 拿到这一题的时候 也有点震惊 看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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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光哥和小董 很睁眼 好了 好了 这一轮的题目 就还挺 这个光哥 光哥这个 又跟我有关 这个 这个 哎呀不让说话啊 让啊 对 是好不能说话 静音哦 什么 这是什么 跳舞 什么 英良坐在椅子上抠脚 啊 啊 西盖上抠脚了 英良的 英良不是 是 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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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不能说话 只能先提示一下两位 目前大家的这个巨市啊 都没有开队 首先你这个 首先你的演巨市 这三点吗不就是 你先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我不能说话 你演呀 在天上 沈志恒 沈志恒对吗 我要和你 沈志恒和你 在哪里 在干啥呢 沈志恒打你 你上天了 你怎么不上天呢 这个方向是对的 光哥他的方向很对 上天了方向对 又来 你这个 小心 小心 我只能说 安排出这道题的人是天才 这大家尽情的才 我们 大幕里大家要不要 给他们上点点提示 沈志恒勾脚 勾你的脚 不在天上拉拢你 这抽象了吗 啊来吧 沈志恒给 银梁扣脚 你给我扣脚 剧情里有这个吗 啊 得要剧情里有的 剧情里有的 啊 那跟 跟脚有关系 来吧 再演一演 加油 还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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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老师肯定可以演 是不是 就是 对 现在人物关系是对的了 嗯 太没错了 就是 哎呀 就是那个啊 哎呦 就是 那个是哪个呢 哈哈 我上个脑羊 我 我真 服了 用脚勾你 对了 哎呀 勾他的 我在天上 用脚勾你 天上给他勾脚 地点错了 地点错了 光哥 我在地上 用地脚 哎呀 哎 这个是好急的呀 跳舞 啊 跳舞 啊 舞厅 舞厅 我在舞厅 用脚勾你 咱俩跳舞了 你这样动武了 提示一下吧 某个物件的 下面 物件的 物件的下面 这个 这个直播 现在是不是会被 疯掉呀 我的妈呀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什么呀 我的天 有这段吗 看 我们宣传都说了 桌子下面用脚勾你 对 回答 回答 我老天爷呀 太容易了 感觉 太聪明了 沈爷 太聪明了 沈爷 你太聪明了 你表 你就是一个桌子 在桌子上 用脚勾你 你都 你都要上天了 你都要 那我们要不要 光哥来给我们做个示范 如果你拿到这题会怎么演 不是 你知道吗 姐 这个剧情是当时是 沈爷特地加的剧情 是没有的 你知道吗 特地自己加的 他都不记得了 为什么要加这一段 展开讲讲 沈爷 就可能 先不说这话 先不说这话 这个我就 让沈爷吃饭吧 不能去透是吧 那我们大家想看 光哥给我们 我觉得应该就是为了 就是更好下他 应该是 比如说要用手拦啊 或者用就是用声音去拦 就可能就就差点意思吧 看我们弹幕里 大家都想看光哥来演一下 光哥做示范吧 小董你先来给那个 人生好好展示一下 如果这个这个 这个这场戏要是你来演 你该怎么演 这俩名都不是我的名 我叫司徒威廉 跟我搭关键 后来就是司徒威廉 要用在桌子上 用脚勾立英良 对我们也可以先拿笔 把这名字给划了 改成威廉 对 好的 好的 难哦 好乖 哎呀 那我估计也是会让 英良那样演 什么 我觉得勾脚这个很很 你这样吗 拿手吗 拿手 哎哎 你刚刚咋没那么演呢 我刚刚想那么演呢 我刚刚想那么演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看不懂 他觉得 光哥示范一个 快点 我觉得 如果再让我这么就是 这个重现一下 我直接就是 不送 就别勾他了 现在我想想我真的是太后悔了 为什么要勾 没想到远古脾气给自己 太坏了 应该直接就 对吧 让他下线 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来吧 是 是咱表演了吗 还是咱进入下一趴 下一趴吧 快下一趴 快下一趴吧 下一趴吧 下一趴吧 好 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近一些很热门的弹幕啊 想请大家来亲自回应一下 看看 首先第一条是说 世界上最适合卷毛的人出现了 其实我今天也卷了毛 但是卷的很失败 我就戴了帽子 所以就戴上了帽子 哎呀 看来我们今天错过了一个 我们要看一下失败的卷毛了吧 有可能只是你认为的失败 对不对 我们认为很成功呀 是不是 有可能我认为 Spider卷 没关系 让哥哥们看看乐也行 Spider卷 其实还很帅 是的 帅气的 其实还很帅 算了算了 粉 还戴帽子吗 帅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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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一个说 沈志恒一百多年的体面全美了 就是涉及到最新的剧情了 这个 看到今天我们直播刚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真的一冲进来 全部彩幕都在心疼沈志恒 给我们沈志恒穿衣服 那我们光哥要不要跟我们回应一下 能不能把沈志恒的片名买断了 就播到这吧 挺好 挺好 我们后面还要看更多帅气的这种开打 帅幕说给沈志恒送床单 是 大家很想给你送衣服 狠狠的心疼 下一条说 浴缸里的腿伸不全 那个确实有点小 那浴缸 这个我还记得 然后 腿全在那里 全让道具兵给填满了 是大家很爱的一个名场面 下一个说 丽莹梁是沈志恒的私事粉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 但是这个事情还是有原因的 我在11集的时候就有点表现了 然后往后看的话就会交代给大家 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表现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 很期待 感情更新的剧情 现在停在这真的是让人一霸不能了 下一个说 他追他逃他插翅难 正好在过两集该逃了 我该追了 这也是小小预告了一下 接下来的剧情 对 每一场是拍都蛮深刻的 我们也好好期待一下 下一个这个弹幕很精彩了 说李贵生的质色鸳鸯被 还在丽莹梁世上 他那个被子 他那个被子是 他那被子本来是结婚用的嘛 不是 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跟生子哥也是从小长大的 然后呢 就是他也见不到兽 也就在想用他去过床单 所以说给我那个 当时拍那场戏 确实是 确实挺好笑的 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 是个拿这样的床单被调 直到去了现场 才知道拿红的不知道干嘛 然后你就冲击了 对 大被但是看着太喜情了 对 看我们弹幕里还提到了公主抱 被我们生子哥 公主抱的心情如何 这是还很享受是不是 就是这个表军 这个不是 就是 就是确实是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前段时间 前段时间被光哥 但是但是有一说一啊 有一说一 生子哥体大一点 但是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太胖了 现在瘦了一点 宽哥 你去打他去吧 那还算了 那还算了 那我们看下一条 下一条这个也很 大家都很会说啊 你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哪三个 什么哪三个 那米兰呢 我要不先下了 这三个大家就可以发挥想象空间自由组合一下 那我先走 到 到也必 在后面还有一些小小的环节 哪啥呀 我们啥呀 我们啥 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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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啥嘛 对吧 肯定是 沈志恒 那个 肯定是 我 想懂 主持人嘛 不是 说的是剧情 说的是剧情 先下了吧 先下先吧 好 感谢大家 那我先下了 回来吧 快回来 回来 看我们弹幕里 真的大家说 哪个都行啊 因为真的大家在剧里面 真的是这一批大乱顿 每一队都非常的有满满的感觉啊 让我们都很喜欢 那最后想请三位 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即将告一段落了嘛 想请三位 再用我们最近很流行的 发疯文学的方式 给我们 安利一下冰雪洋好吗 能懂 发疯文学吗 发疯文学 要发疯文学 我先来吧 可以 光哥如果准备好可以 先声明 我不是托儿 看了冰雪洋三次了 质量非常好 朋友同事都喜欢 面料舒适 不沾杯 每次炒菜 都会放两笔 很满意的一次观看 太棒了太棒了 满分吃饭 两位真的太专业了 这一段太专业了 我们思成和示好友盖到吗 这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发疯文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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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轮到神仙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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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花钱像流水 挣钱像桌鬼 想要生活美 必须抱好冰雪洋的大腿 好 哇哦 必须要抱好冰雪洋的大腿啊 我也是好好看剧好好沾一张我这个散财童子威廉的这个好的财运 那我们最后的老师好 两眼一睁就是干 干不下去了就去峨眉山当猴 因为猴好看啊冰雪洋 太棒了太棒了 实在是 还谐音 还谐音 别问我 我的情绪零七八岁 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是好今天 想这样了 想这样了 从开头再来一个冷笑话 然后结尾又来一个谐音梗 今天也是很圆满的一个收官了 那我们刚刚看到弹幕说 最后记得要再催一下我们甜甜的自拍福利 我们高老师 咱们的九宫阁记得 嗯 那那个Vlog呢 没有没有这一盘呀 没有这一盘 有啊加油加油加油VlogVlog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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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十八宫队五落个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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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当猫在村说我们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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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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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我没说 我在念弹幕 不是 我不是想说的 我没有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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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来一个 咱这个宾室男团 必须整整齐齐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 大家今天这个福利 看来今天这个节目 非常非常的值得 我们朋友们 满意的可以 抠一波满意 看看 那个slogan怎么说的 大家把这个slogan 打到公平 我自己都 什么 什么什么冰雪 什么有南国 什么 什么 红豆生南国 冰雪有南国 我觉得那个 红豆南国 冰雪有南国 来吧 对 来 我们说什么 红豆有南国 冰雪有南国 冰雪要等你来看 来吧 红豆生南国 红豆生南国 对 来吧 那我们这样吧 我们就用这句话来 我今天最后的结尾 好不好 太棒了 我现在结尾 说完 然后三位一起来 说完这句话 然后把一个帅帅的 boss 咱们就集体下线 结束今天的直播 好不好 好 可以 加冰雪 然后等你来看 好 那我们 大家就准备好截图 截到大家帅帅的画面 那我今天的 夏日整活 大会 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给大家讨到了 非常完满的福利 实在是不仁与三位 望之于江湖 那更多想看的 就是大家记得 乔台词 没错 每天要打开 腾讯视频准时追起来 也欢迎大家 多多发有趣的弹幕 让我们一起在 腾讯视频 追剧的过程当中 更加精彩欢乐 那最后也要 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们 逼雪瑶的喜爱与支持 最后我们 顶级男模团 有话要对大家说 来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直播了这一 这这一场 我们好像没有 我们这个南墨天团 并没有一个名字 是不是 那可以 我们现场起团名 来吧 来吧 用三十秒的时间 来吧 可以 光哥说叫啥 叫什么 一人起一个字 好好好 光先来 我 我还没有想好 小董先来吧 小董先来 你发起的那个 那我笑 我是笑 笑 笑 哪个笑 笑 笑 smile 大笑 好 好 小董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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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能填到前面吗 那我能填字吗 我能填到前面吗 大笑话 猴笑话 猴笑话 南墨天团 好 今天成立了 今天就是咱的 猴笑话南墨团的正式 猴 是猴 猴笑的猴 猴 猴笑话 清团 好 冷笑话 但我说冷笑话 太冷了 这没人起的 要不还是算了 把这盘切掉吧 不要了 算了吧 别冰雪 要丢人了 算了 没事 猴 红笑话 南墨天团 来吧 我们请 红豆 圣南国 冰雪 冰雪 有南墨 猴 猴笑话 请大家 一起来看 冰雪 然后一个帅气的 pose 再说一会 绕口令 这就是真的很难说了 来吧 最后的帅帅的pose 加笔心 OK 好 来吧 开始 红豆 争南国 冰雪 冰雪 猴 红笑话 南国 敌天团 请你来看 冰雪 好 太垮了 加笔心 笔心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结束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 去看冰雪 呀 下次再见了 拜拜 多多支持 快到了 快原地 快解散吧 快解散吧 都去看嘛 都去看嘛 快都去看嘛 结束 拜拜 拜拜 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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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